看一下有水 能看到有本特别特别细密的水珠已经开始渗出来了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看一下这个水是清澈的还是浑浊的 如果是奶白色的或者是比较偏黄的浑浊的 那这个藤子的水就不能喝 如果是比较清澈的那就可以喝 我现在就在下面等一会儿 等它的水滴出来 我不清楚了 这个是一棵冬菇树 我看一下这个冬菇树上 有没有嫩芽 如果有嫩芽的话 这个嫩芽可以吃 而且它味道很甜 还很好吃呢 拿到一点的牙 蚂蚁在小也是肉 吃起来有点甜 然后有点淡淡淡的色味 水分含量也很大 像这些已经老了的 已经枯萎了的 它就没有嫩芽 所以食物也没有那么好找 继续上路 我现在准备往对面那里过去 但是首先要往下面走 但是这里都太陡了 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往下去的口 我准备再走走看看 能不能找到 这里有一棵枯树 也许我可以顺着这棵枯树到下面去 试试看吧 可不得不要 我是不得要 我心里有什么 我觉得我是不得把 还是不得不认 有什么 这棵枯树 好了 从这里完全可以下来 现在我再上去把我的东西 往下面走 我现在已经放了 听到了水声 但是我感觉我已经快要崩溃了 无数的蚊子在我脑袋后面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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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 我知道有一些植物 能用来虚蚊 比如说臭皮 还有面兰香 还有猪笼草 可是我在这里什么都没有找到 我觉得在我最饿的时候 在我最困的时候 在我最累的时候 我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想要崩溃 这些蚊子不停地咬我不停地咬我 而且这个地方比我想象中的要闷热 又湿又热 我也没有办法穿外套 我已经快要抓狂了 如果任由这些蚊子定咬我的话 我明天早上肯定会变成一具干湿 我必须想想办法 该怎么对付这些干死的蚊子 也许可以试一下 用泥巴把我的全身扶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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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